應該知道就是說 我們平常保養 像我自己 我每天早上起來 一定會喝一大杯的純露 那它這個就是說 像我生完寶寶的時候 我還用這個來洗我的 洗我的慧音部 就是它會 會變緊實 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它會幫助我們 它會幫助我們就是說 那個地方的清潔 然後也幫助就是一些 比較不好的東西排除 那它也可以用喝的 然後也可以用洗的 它好妙 它會用很沖洗 對啊 好妙 上沖下洗通通都行 所以你看一個精油 有這麼多的好處 它主要的味道是什麼 它其實它就是純露 它是玫瑰添竹葵 不過精油到底要用在哪些地方 一定要用對 我們也要請小芬姐姐告訴我們 是不是人體有那個七脈輪 這個七脈輪在哪裡 然後怎麼解釋 七脈輪就是結合 整個我們宇宙裡面有 然後身體就是小宇宙 然後從 圖裡面 上面的圖就是 海底輪 身體從 就沿著那個最尾 底端的那個尾椎 然後一直往上爬 像一條椎一樣 妳講得很含蓄 就是剛剛露露講的 生孩子的海底輪 對 海底輪 就是 男生 女生都一樣嗎 每一個人都一樣 最底盤的部分的那一輪 對 然後海底輪 海底輪它是掌管 我們原生跟父母之間 兩性之間 它是有牽涉到人際關係 還有原生家庭 跟自己原生前世 跟這一次帶來的一個 原始的我 本我的一個精神 所以你看它英文叫做 那個根 就是這樣子的結合 然後太陽神經種位輪 這個地方就是五臟六腑 整個腸胃都在這裡 是一隻彩蝶 像蝴蝶一樣 它會吸收很多很多的情緒 然後造成很多 比如說便祕 都是來自於腦部的壓力 然後使你的整個腸胃 整個的緊繃 沒有辦法好好運作 整個肌肉就非常地緊張 所以才會有腸胃急躁症 這個時候如果你去看 醫生吃抗生素的時候 一定都沒效 像七月份很多小孩子都考試 不明的七月份腸胃科生意就很好 你怎麼看小孩子就是沒有辦法 你只要媽媽跟他講說 你不用考了 不要再考當天才那個兒童了 你就好好在家裡給你糖果吃 我跟你講馬上就好了 所以還是要從心裡面的去治療 再講一下那個 那梅辛倫是掌管全身的那個 總是 通常講的就是會有第三隻眼睛 其實就是說你的判斷力 你的整個的一個很清楚的一個 就是說 當你梅辛倫這個地方 賀爾蒙如果說全身都很平衡的時候 你的判斷力你的抉擇 都是非常準確的 比如說 你買的股票本來是賠了 人家都告訴你不能買 你聽不進去 你再怎麼買還是買那隻賠的 還有就是 很多女人就是 怎麼樣離婚再找的男人 還是那個型 還是外男人 這是第三眼就 女眷不聽 那個第三眼就沒有開了 我這個地方被遮蔽了 遮眼 人家會這樣講 為什麼遮眼 他開了你就可以看到鬼了 平衡很重要 那要瞎了眼吧 那頂輪是很重要 頂輪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都能夠通 能夠結合到那個宇宙的能量 都是從頂輪來自於身體的 這樣子做一個互動的時候 人家說一個覺悟者到最後 就是一個得到者都是一個 頂輪都非常通的 就是一個聖者來講 頂輪是不會賭賽的 那如果是一般 我們平常的人都是 脈輪都幾乎是很少是平衡 都是會有賭賽 那賭賽的時候 就產生很多的一個 就是脈輪不平衡的時候 產生很多情緒的問題 情緒就會造成很多 內在的一個心理疾病 到最後就變成是真正的疾病 包括就細胞病變 就變成就是 有一些腫瘤的事情的發生 所以你看這些 什麼輪什麼輪 真的都很重要 要好好照顧好 不然堵住一個 就鬼形哭海撩撩了 那精油的功能 本來就是說 是一個植物的能量 就是幫助我們 就是把我們內在裡面的 毒情緒作為一個 淨化跟排除 因為 毒情緒是 以自然 Ayurveda的自然醫學 就是身體會儲存 因為你的毒小不平衡的時候 會有毒情緒 那毒情緒就是來自於 語言的聲音跟圖像 如果你沒有做一個 處理跟淨化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走向很偏激 就會很容易走向有自殺的現象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不過小芬姐 我想先請妳幫我們 這甜甜解決一下 她剛才講到 這個排泄便祕的問題 讓她很苦惱 而且我有鬼正眼的問題 然後又想太多的問題 好多問題 現在她七輪都塞住了 差不多 所以我們是不是能夠 來讓她抓粥 來解決她的狀況好不好 我應該有機會吧 小芬姐 妳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第二個脈輪 藉由按摩跟植物的能量 使這個地方能夠平衡的時候 就可以打開你這個 啟動於第二個脈輪的能量 那你的行動力 所謂的行動力 不是叫你要去跑業務 或者是去行銷 而是就是說 你整個人就是說 你會快活起來 然後整個的思維都會比較正面 然後會比較有行動力 就是說整個能量都是會正面的 然後整個啟動的時候 會幫助你整個腹腔跟整個腸胃 會得到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消化的一個 疏解 那所以就是回去用按摩的嗎 揉嗎 最好就是說 能夠用這一瓶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內容的一個精油 然後是你現在是最需要的 然後你作為一個按摩以外 然後有指法觸動它腸胃的蠕動 幫助腸胃能夠有強化蠕動 產生它的排便的一個 更大的一個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 可以透過呼吸使第二個脈輪 然後平衡 暢通 呼吸 對 她這樣呼吸對嗎 好厲害 隨便亂呼吸吧 不告訴我節奏 對 小芬姐教她一個正確的呼吸 呼吸很多人都不會 其實他們都說 呼吸水不會生下來就會 其實就是不會 因為剛剛醫師 我們剛剛還沒錄影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因為他測試我 他說這個時候 你最好是用呼吸 也就是說呼吸 我們一般都鎖住在胸腔都很淺 然後你沒有辦法透過一個深層的呼吸 到你的丹田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有很長的深呼吸的時候 你就不能活氧 所以會有很多的問題會產生 就是因為急促的呼吸造成缺氧 產生很多的問題 如果說你能夠藉由很正確的坐姿 很簡單的 全身就是放鬆 然後不要翹腳 不要翹腳 是 這也是 你身也翹腳 很輕鬆 第一個就是要很輕鬆的 然後嘴巴輕輕閉上 完全就是用一個鼻孔吸進去 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你吸進去的時候 整個的丹田腹部是這樣子 一直鼓起來的時候 鼓到你的 就是看你的力量 然後一直到就是說 鼓足的那個氣保有它 然後慢慢再藉由鼻孔 完全把它呼出去 呼到就是說整個肚子就往下凹陷 一呼一吸之間 就可以讓你的 就是說 藉由鼻子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然後轉換體內的一些毒素出去 然後一吸一呼之間就可以活氧 甜甜 甜甜 她睡著了 你不要打呼 很困是正常的嗎 很困 通常在靜坐調呼吸的時候 會有些現象 會有眷意 有睡意 好困 因為你就是在轉換 對 它會有一種起重 所以要盡量不要想對不對 盡量你就是不要去管這些別的 這是小芬姐講的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參加你們錄影了 糟糕了 這事物啊 你也馬上就睡了 你看這樣大條件 不過這個香味 會不會影響到感官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我們腦波的分泌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比較有科學性的測試的 我們請露露出列 然後讓邱醫師來幫我們測試一下 香味會不會影響到人的情緒 情緒 好 這是測什麼的 其實我已經60了 邱醫師 我們是在測香味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現在先測你在平靜的時候 還沒有聞到任何味道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是 然後我們中間看到那個數字 83 是代表它現在的瞬間心跳速度 現在變70了 OK 我們心跳速度是隨時在改變的 一直下強程 波動那麼大 又80了 你幹嘛 紅燈越多代表你的自律神經 越不協調 那你很不協調 藍燈是代表中等的 自律神經中等協調 還不錯 但是沒有綠燈 這邊應該有綠燈 綠燈的話就代表自律神經高度協調 就是平衡的意思 所以露露現在很不協調 那是因為現在是使用錢 對啊 露露要不要試試看護試呼吸 那我就順便教大家囉 你要 好啊 教大家如何放鬆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緊張的人 我天生 我天生很容易緊張 所以希望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因為它現在是96的時間 自律神經是不協調的 我用的是柑橘 好 柑橘類 我慢慢的放在 如果等一下沒有綠燈怎麼辦 沒關係 要對自己有信心 好 我放在我的 就是說 當我們要放鬆的時候 其實因為柑橘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然後其實 我聞柑橘的時候 它是可以放鬆的 那我其實每一天 早上其實我就是 或是晚上睡前 要讓自己放鬆的時候 我就會在手掌心把這個 因為它其實已經有基底油 所以我就會 在手掌心把它搓熱 然後放在我的鼻子前方 因為剛剛小芬老師說 有那個複式呼吸 其實我每天早晚都會做 因為其實我生性 比較容易緊張 所以吸氣的時候 要配合一下 對 一樣是想像你的肚子有一顆球 慢慢的用你的鼻子呼吸吸氣 好 然後一樣用鼻子塗 然後慢慢的把你的肚子 往內凹陷下去 再一次鼻吸 鼻塗 心跳的部分明顯降下來 對 降下來 然後心跳 從90變成65了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 現在藍燈開始提升了 結果這個結果證實 聞了精油 而且是露露喜歡的精油 對於改善心跳 讓心跳變慢 是明顯的有效用 而且我覺得要配合 剛剛小芬老師教的 或者是我自己 每一天在調息的那個複式呼吸 因為其實 當我們生成稀土的時候 真的是你的肌肉是可以放鬆的 然後你的神經系統是可以放鬆的 對 至少你自己的自覺 覺得是已經在放鬆 這樣就有幫助了 但是對於自律神經 雖然數據上 沒有明顯的下降 但是也是不錯的 對 因為現在在錄影當中 有啦 謝謝露露的示範 還滿光滑的 皮膚好好 好漂亮 這可以當替身的那種 然後 聖梅的第一次 就獻給中天的相談所了 不能再起來了 不能再起來了 好舒服 我好想念我老公 妳太快了吧 已經管用了 真的很舒服 而且那個味道好棒喔 對 那味道好舒服喔 對 那味道好舒服喔